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6日 星期一 這節要跟大家說說趙薇 其實趙薇我們之前說過 就是另一位自媒體的好朋友陳破空 陳破空也是一個大陸問題專家 他就爆出趙薇 曾經是習近平向他表示過有意思 當時 如果看回那個情況 應該就是 習近平是未上位做儲君 所以 他當時可能看了趙薇 但是趙薇 已經是另一個惡人的情婦 所以當時應該就沒有辦法接受他了 現在越爬越深了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說說另一個版本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坊間有很多版本 有傳趙薇 本身 就是 深圳前市長 現在落馬的許宗恆 的情婦 當時 許宗恆 有一個司機 幫他做白手套 司機就是黃有龍 許宗恆出事之後 黃有龍順理成章 接手 許宗恆的所有家產 當然是貪污回來的20億 然後還有 他的這個人脈 以及他的女人 即是趙薇 所以這件事我們又要跟大家 畫一畫 講講趙薇的問題 內地又有新版本 就說趙薇後面還有一個幕後大哥 好 原來他真的是大哥 就是趙薇的哥哥 叫趙薇 這節我們要跟大家 究竟 討論一下 究竟他們 兩夫妻 是不是真的後面有這個大哥 還是 牽涉到江派另一個大元 曾慶懷呢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的FacebookPage仍然是要大家支持的 現在也不夠like 希望大家 就按like 以及 share 這個堅持性留言 趙薇這件事其實震動整個娛樂圈 跟他有關的任何藝人紛紛切割 黃曉明 楊子 率先刪除跟趙薇有關的微博 設置是半年 之前的 才可以看到 然後 李冰冰 楊明也刪除了跟趙薇 拍過的相片 不單止因為趙薇其實不只是演員那麼簡單 還有一個商人 大陸媒體說 跟趙薇有關的公司 有多達69間 公司業務遍及多個行業 包括房地產 娛樂文化 餐飲 由中國信息網天眼查可以看到 趙薇現在 目前仍然是14間企業中擔任職務 當中有6間 現在顯示是 註銷 或者吊銷的狀態 但是他仍然是很多公司的主要股東 之前大陸媒體報導 使得趙薇智庫的男人除了他老公黃有龍之外 還有一個叫趙健的人 趙健是趙薇的親哥哥 當年就做趙薇的保鏢 他老婆陳蓉 就是趙薇的經理人 外面傳這個趙薇 其實最終就是有他哥哥做幕後總指揮 趙健不是娛樂圈的人 但是 據說 很有傷的頭腦 畢業之後就開始投資影視行業 所以就認識很多娛樂圈的大佬 後來趙健也成為唐德影視的第二大股東 趙薇被封殺之後 網絡就傳了一張照片 就是中共國家 前副主席曾慶紅的弟弟曾慶懷 以及趙薇等人的合照 趙薇 站在曾慶懷旁邊 雙手繳著他 顯示兩個人的關係 當然是非比尋常 所以說 趙薇這件事 水很深 在演藝圈之中 大家都知道趙薇有一個大的靠山 每一次他出了事 或者有負面的消息 都很快被平息 這個大靠山 就是曾慶懷 曾慶懷 掌管了中港娛樂圈20多年 經常包辦各種國家的晚會 頻頻和圈中的美女 玩潛規則 大家都明白 中共權貴專門選擇美女來服侍 塗飾 醜聞是不斷的 趙薇也是因為她老公黃有龍的關係 跟曾家的人 走得很近 為甚麼 原因 就是因為趙薇本身的出身 剛才我們說了 有傳她 出身 就是這個 許忠衡的情婦 2009年 許忠衡落馬 當時 貪污是達到20億 最終的錢 不知去了哪裡 而這個 許忠衡最終被人判貪污3000萬 剩下的錢 就交了給他的司機 黃有龍 而趙薇 和黃有龍在同年 闖綴結婚 婚禮也沒有舉辦的 到了 10年4月就生了一個女兒 大家都會懷疑 究竟那女兒是不是許忠衡 因為 黃有龍的發達之路是充滿傳奇 很多人 都覺得 其實都是匪夷所思的 一個名聲 一個司機就起了一個明星 變了億萬富豪 又入股阿里影視 另外一個商界的大佬巨人集團的屎肉署 叫他龍哥 究竟他 有哪方面 值得人家叫阿哥呢 有甚麼事呢 主要就是因為他 跟許忠衡的關係 他也靠著許忠衡的人脈消息 人脈關係 令到 很多政商界 跟他有密切的關係 其實 許忠衡在09年6月4日落馬 人民網就曾經刊登過許忠衡案的一宗幕後訊息 提到 中紀委查許忠衡戶口的時候 有一個突破口 是來自大陸的知名女星 這個女明星當時是通過優才計劃取得香港居民身份 這個女明星幫許忠衡打理她在香港的資產 文章一出 輿論就聚焦了所有 通過優才計劃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的女明星 其中包括趙薇 劉船 張子儀 周迅 趙薇被傳與許忠衡有關 中共黨媒也有報導 因為她的老公黃有龍是許忠衡的同鄉 也是她的司機 當然黃有龍當然是否認 中紀委當時的一一年的通報就說 許忠衡 在做深圳市長期間 免財超過20億 最終判決的時候 許忠衡涉案金額只剩3千萬 死刑也變成死活 剩下的那些錢 當然不知去向 然後 當時的 中國經濟周刊也有報導 就說 黃有龍在許忠衡 2011年被判處死活之後 逃到新加坡 接收了許忠衡的財產 而趙薇就說是許忠衡的情婦 當然 沒多久 這個言論就被刪除 許忠衡被人查的時候 當時是汪洋主政廣東期間 當時汪洋主政廣東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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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汪洋主政廣東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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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廣東 這個許宗恆 當時也有傳出來 他就是江澤民其中一個情婦 黃麗滿 一手提拔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把整個關係搞清楚 許宗恆就是江派其中一個大員 最終被人打了落馬 但是也因為江澤民的關係 他就不用判死刑 只是死活而已 當然 貪腐的金額 由20億變成3000多萬 所以 許宗恆就免死 而他所有的東西 當然就由黃有龍接管了 黃有龍順理成章 趙明也接管了 但是 連他的關係也接管了 他的錢 他的關係 仍然是跟江派另一個大員曾慶紅有關 當然他是 曾慶懷主管這些娛樂圈的 所以順理成章 他就繼續服使這個增加 所以 現在 傳得這麼深 這個 趙明 無端端這次被人封殺 很明顯 也是因為 我想是 跟江派的鬥爭有關 現在 找他們來祭旗 這一節我們暫時 先說到這裡 那麼多 如果有更加爆的消息 我們就會和大家繼續說 不過現在趙明 據說 有人爆料說他已經去了法國的酒莊 是他們自己賣的酒莊 但是 後來他們就 報出來 他就澄清了 他還在北京 跟老母一起住 其實 現在大陸的人想離開中國 其實也很難 別說高官 普通明星都走不了 他就不會批你的簽證 你說要登台也很難 我想全世界都沒有地方讓你大陸的 明星登台 以後中國的明星想出國 基本上 不用置疑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 拜拜